原标题 原来发表的对象,却不是以色列或叙利亚,而是超级大国的总统特朗普,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29日直面特朗普,不会因为你的制裁,而然不,真不知道特朗普难受不难受,话说的这样难听,事情起因怎样,还是请看制成大兵我的分析与评论吧。 美国牧师引发外交争端,超级大国威胁对土耳其施施制裁,环球网报道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29日表示,如果美国因一场外交争端,对土耳其施施制裁,土耳其将不会做出让步。 埃尔多安所提到的外交争端,指的是美国牧师布伦芬被逮捕和软禁一事,该牧师被土耳其方面指控协助,2016年土耳其政变,美国方面曾多次要求释放此人,制成大兵减平。 在这场外交争端中,表面看,不过是作为美国人的普通牧师布伦芬在土遭到了逮捕和软禁而已,可实际上此牧师并非普通牧师,他在土耳其肩负着美国赋予的特殊使命,那就是代表美国或特殊集团,传递美国高层的声音。 指导土耳其的反埃尔多安势力,特别是军方力量,试图通过非常规手段,推翻桀骜不逊的埃尔多安。 然而,没想到反倒是土耳其的死敌老毛子,通过情报告知政变消息,使得政变的土耳其军方攻亏一溃,上万的土军方将领,与骨干被逮捕判刑,扮演着代理人角色的美国牧师,埃尔多安虽不敢对他怎样, 却绝不会轻易释放,即便为此人美国威胁,对土耳其施施制裁,土耳其怎能那么容易就放过这牧师老兄,特朗普和埃尔多安美国牧师安德鲁布伦曾特朗普亲自威胁大规模制裁土耳其,埃尔多安针锋相对,川普来郭尔光。 上周四,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若土耳其不释放,正被其软禁的美国牧师布伦芬,美国将向土耳其施施大规模制裁,土耳其当时也进行了回应,趁谁也不能命令土耳。 周六晚些时候,埃尔多安私底下对记者表示,他们不能让土耳其因制裁而让步,制成大兵减平,外交渠道不能解决问题的情况下,特朗普那么高调,那么强势,亲自发话威胁。 要大规模制裁土耳其,通常的其他国家,哪怕是西方主要盟国,恐怕也都受不了,然而,埃尔多安也丝毫不给川普面子,可谓软硬不吃,首次救美国牧师被捕发生。 话说的那么刺耳,那么绝情,谁也不能命令土耳,不会因为逆制裁而让步,表明土耳其态度大义凛然时的决然,如此见崩直面特朗普,真是啪啪掌乖大打脸,不知心高气傲的特朗普,能否咽下这口气,土耳其总统为啥那么牛,胆敢那样放话, 剑刺特朗普,制成大兵减贫,在素有火药桶支撑的中东,土耳其举,足轻重,土耳其战略地位,以及军事力量实在是太重要了,美国与北约离不开土耳其,因此,土耳其强人埃尔多安才会那么桀骜不驯,敢于那样自投之挑美国总统特朗普,埃尔多安前不久在此选举担任总统,虽然美国老对此很不爽, 特别希望埃尔这部导翁出现闪失,老谋深算的埃尔多安新知肚明,反正自己执政稳如磐石,何况美国离开了土耳其就完不好,我又怎能害怕美国老的威胁与制裁呢? 说到底,美土分歧再大,牧师外交争端再扯,盟友的面子彼此还是需要照顾,双方再怎样撕破脸皮,都不会将事情做绝,表面有意依然会维持着斗而不破,这就是为什么土耳其如此牛逼大胆,竟不怕得罪美国这唯一超级大国的原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